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这些广告将在用户在购物应用上搜索关键词后显示,其基本原理是在应用内搜索产品的用户比那些仅浏览Facebook或YouTube的用户更倾向于购买。 据报道,亚马逊一直在数字广告领域中稳定增长,据eMarketer称,该公司在2018年的数字广告市场份额预计将增长2,从6,8上升至8,8,同时预计谷歌的市场战额将从38,2下降至37,2。 但目前来说,亚马逊的广告发展空间仅限于品牌logo、图片和产品描述等,这基本上相当于静态广告模式。 亚马逊没有深入研究视频广告的原因,是它不想阻碍其用户的购物体验。 但随着移动智能手机的使用越来越普遍,亚马逊计划今年将在视频广告上投入更多的资金。 据估计,2019他们将花费近160亿美元用于视频广告。 相比2018年增长22,6,随着人们购物模式的趋意革新,广告商也越来越多的注重用简短的广告片段讲述品牌故事,吸引顾客。 其中这类型的视频广告在Facebook和谷歌上尤为常见。 专家表示,移动广告的视频为亚马逊购物开辟了新的途径,并为其平台上的销售空间提供了另一种方式。